那我们就接着我们今天的内容哈 首先的话我们要去完成那个新的微盘 让它去授权对吧 昨天我们讲的群是讲的一些其他 讲的coco登录 那个微博登录 我们自己的应用程序还没开始写对吧 那行 开始创进我们的应用程序了哈 黑麻碗盘 黑麻碗盘 比如说是一个87吧 叫做一个 i7黑麻 下一步下一步 好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应该做啥的话先看一下 它有些啥功能对吧 比如说我把这个处理一下先 好把这个看一下 这个是它已有的功能对吧 点进来之后看一下 它其实默认情况下不是这样的哈 我把它给卸载一下先 卸载之后 第一次把它跑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完整的对吧 跑起来之后 稍微的等一下 好这个就是我们的项目是吧 第一步的话它一样的需要我们是去授权登录 现在你同样去拿到rkstoken之后 你才可以去操作它的API 这一线东西对吧 好 你再强调我们现在今天干的是一个啥哈 Vdesk 其实就是写的一个这样的V盘的客户端对吧 其实就是这样的V盘 比如说我在来搜V盘 你看搜这个V盘的话 你就会发现这里有个安卓版 对吧 其实我们就是基于它的API去写这样的一个安卓版 这里相当于是现在最新的版本 我们写的估计还是之前一点的版本 对吧 这是这样的情况 那我们同样去关心它数据从哪里来 那就是从我们的V盘的开放平台里面来 那你要去打开V盘开放开放平台 好 这就是V盘开放平台的一个首页哈 好 在这里的话你就可以看一看它 首先你一样啊 你要成为V盘的一个开放平台的一个 首先你要登录 登录的话也就是你要成为它的开发者 比如说我去登录一下哈 好登录一下 好登录之后的话 常规的操作哈 你要去用它 你接下来应该去做的操作的话 就是去创建一个应用对吧 添加一个应用啊 这让我们很快的速度去添加一个应用 比如这个的话叫做一个黑马晚盘87 这个添加的话 因为它本来新浪微盘就属于新浪的东西 所以说它和新浪微博是很像的啊 它这里需要一些应用图标啊之类的哈 还有这个应用介绍白名单 回调地址应用主页 大家都知道这些是啥意思了 所以说我这里没有去准备这个图标的话 我就不用去上传哈 因为我这边已经有了 这个和我们新浪微博的一个啊 应用的添加是一模一样的 好吧 好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我的应用 在我的应用里面我就添加了一个它 比如说给大家再看一下吧 用名车 然后这个图标啊 这个请借随便写 白名单随便写 回调地址的话就强调哈 你最好是一个不可以访问的地址 然后这个格式按照这个格式去就可以了 写就可以了对吧 好这样就ok了 好写完之后的话 它其实就会给我们分配两个核心的东西 对吧 一个就是我们的app sequence 一个的话就是app id 这两个东西肯定是一会要用的 对吧 好那行 我们就 接下来我们就去看一下它 这里是我们要做的效果 对吧 这时候你肯定把这个界面形成一下 好那我在这里一样的哈 照着它搞一个 点击授权 好 这块的话把它给放到最中间 Centery parameter 等于true 好这块把它给干掉 好这是一个button button 好这样的话 它就在正中间了 对吧 参考它 好点击授权 那这一块的话 我就把这个界面稍微做修改 把它改成一个login iktvt login的iktvt 好再改一下 这个也给它改成一个iktvt的login 首先我们就要去完成登录 对吧 好来看一下清单文件 它有没有跟着修改 好 它这边的话已经改成login 没啥问题 好 接着我们去来到这个id 这个id的话就是一个主页里面的 这个就是一个login就可以了 或者叫btn的login 我们去把它给找出来 好对应的在这里面的话 第一步就是一个引力的操作 马上就是initerview 后面就是initerview 后面就是initerdate 接下来就是initerlistner 好在initerview里面 我们就把它给找出来 那就是UT2n btn的一个login 对于这个funderview id去找到我们这个btn的login 转换成一个 把它强短一下 把它转换成成员变量 对吧 好同样在这里给它设置一个点击式键 set按clicklistner 6按clicklistner 好 然后来到这个按钮的时候的话 我们要做的操作的话 其实就是它应该做的操作 对吧 因为这个是eo的效果 成型的效果 我们顶记一下它的话 它应该是挑到这个v盘的授权 那其实就是 现在又再做一次第三方针路 对吧 好第一步的话就是我们的啥呀 发起授权吧 发起授权的请求 第二步是处理授权的 结果也就是让 其实就是得到 acc case的一个token 好 这一步的目的的话是 让用户输入账号 以及密码 然后是这样的吧 好 这是我们的一二步 那首先来看一下 它如何去发起这个请求 好 现在你就要去看它的一些官方的demo 这边的话就是它的官方demo 官方demo下载下来之后 它首先有个level包 你看 这个level包的话 它就是一个ease library 对吧 这个是它的demo 那我们把这个demo跑起来看一下 这是官方的demo 就像我们要去做coco登录一样 对吧 它肯定官方会有一些demo 微盘做微博登录的时候也有demo 这微盘的话 它也提供了相关的demo 我们把它运行起来看一下 好 这个的话就是它的demo 对吧 它的demo里面一样的 顶级进来的话 第一个就是顶级授权 你还可以使用这个微博 微博的token进行一个登录 好 这里我们就不用这个微博的token 我们直接去点击一下授权 好 点击授权看一下 这个是微盘的sdk 对吧 它一样的需要我们去输入一下 比如说8463 84639806 这个矮则coco登录 然后这个是输入小密码 好 这个时候点击一下登录 它就登录成功了 对吧 这个的话就是它给我们提供的sdk 你可以打看一下用户的信息 你可以注销 你可以拍照上传 你可以大文件上传下彩之类的 对吧 还可以达到文件夹信息 比如说你可以看根目录 这是根目录 这一块sdk的话 其实你在这边也可以看到 你在开发文档里面 你点一下开发文档 好 在开发文档的这个地方 它这里有对吧 接口的一个说明 这边的写信息的话 其实和这边是一样的 好 看一下 这边的话就是一些相关的接口说明 对吧 好 这边的话其实就是一些 你看上去的话就是它给你封装好了 这是一个架包 sdk的下载的话在这里面 下载好了之后你就可以拿到它了 拿到它 好接下来我们做的事情的话是第一步去授权 好相当于在这边对吧 再看一下这个demo 这是它的sdk的demo 我我我注销 注销之后的话它就会让我们授权 好 首先我们要去做的事情也是要去完成授权 好我们这边的架子已经搭好了对吧 这是看一下 这是已有的 西部管它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应用程序把它给跑起来 这就是我们的应用程序 好 跑起来之后看一下 好 把它跑起来 你看我们这个点击授权也就有了吧 这个点击效果还没去实现 那我们接着要去参考的话 就是参考它这个sdk 它的sdk 这里有个点击授权对吧 参考它的代码 一样的点一下它 它可以跳过来 好那我就要去找这里面的核心代码 现在你要去集成的话 就要找核心代码吧 对吧 好这个时候CtrlH 找核心的关键字就可以了 你看它的关键字的话是点击授权对吧 那行搜一下点击授权 现在我们又再一次去做第三方登录对吧 好这个时候找到了它 好这个时候再CtrlH看一下它 好它在这里就有了吧 好这个时候看一下它 诶正好就是这个按钮对吧 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它的ID CtrlH再找它的ID 找ID无非就是找点击实践对吧 好这个它点击实践的话就在这里 好那么它这个代码干的事情的话 可以看一下它 它点了这个按钮之后 它执行了这样一段代码对吧 看一下 它它它有一个意思 它说如果你这个 以日check相应它是判断 如果你这个checkbox以日check 它走这段逻辑 如果没有check的话 它是走这段逻辑 对吧 然后我们这里的话 就不用使用这个 违盘的token登录 所以说我们就关心 else的逻辑就可以了 好这个集成开发也是很简单 那你就是相应的去copy就可以了 好我的点击4G里面 你要干的事情的话 一样的干这个事情对吧 它这里有个c型 你同样的你要去关心 诶这个c型又是啥 相应的 诶它是这样的c型对吧 好行 你把它拿到成员编辑里面来 好拿过来之后的话 你还要关心它的初始化 CtrlK看一下 或者CtrlC和U 这个时候你会去找到它 在哪里初始化呢 这里初始化对吧 好它在这里进行一个初始化的 初始化的时候 它还要这个APP的人care 那行我把这两块东西一起拿过来 它的sdk里面的话 它是在ungrade的方法里面初始化 对吧 好我拿到自己的应用里面来 同样把它放到ungrade 那我同意把它放到ungrade 那我同意把它放到init的方法里面就可以了 好这样的话 c型就把这个要 这些包都没有对吧 你一样的 你看这个代目的话 它其实是把这个level工程给加进来了 那我们自己的应用的话 还是把这个level工程加进来 好 添加一下这个微盘的sdk 这样的话 这些包就有了吧 好这个CtrlC就有了 好 这里有两个禅链 我们分别的去串击一下两个禅链 好看一下它还报了哪些错 这个回调地址也去串击一下 它这里的话有一个授权对吧 看一下 点进来看一下它的参数 第一个的话它需要上下文 第二个的话它是肯定是处理这个授权结果的一个监听器 好 这个时候的话 第一个三小儿我们先搞定 相当于就是一个logan的 logan的activity-deserts 就是它的一个三小儿对吧 它这里的话是需要一个监听器 那我们就可以让单情的类去实现一下这个监听器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的话就写这个loganactivity-deserts 这个时候的话它就会让我们单情的类去实现一下这个接口 好 这是实现这个接口 相当于是 这是个denable listener对吧 好 实现完这个接口之后的话 你看一下它 它会让我们实现未实现的方法 好 下面的话就是未实现的方法 好 其实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方法也知道 它其实就是去干这个事情 第二步干的事情 好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可以把它隔断一下 好 它相当于是下面这四个毁掉方法 是吧 听听方法 就是去处理这个授权的一个结果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写下注释 uncomplete的话就是一个授权 好 完成 好 这个的话是授权 错误对吧 所以说和我们之前的是一模一样的 好 这个是一个授权逆偿 好 这个是一个授权取消 是这样的吧 好 这是这样的逻辑 相当于我们在这里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的第一步 叫做发起授权请求 你看 它其实就在这里吧 发起授权请求 第二步是处理授权结果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对吧 好 我们这边的话就没啥问题了 那我们再看一下清单文件里面 需要去注意一下啥 先把它的群性给它拷贝过来吧 群性拷贝到我们的自己的项目里面来 这是群性 好 这一块群性的话就拷贝过来了 对吧 好我为了方便的话 把它移到这里来吧 好 这些我们就是关心它就可以了 对吧 好这个群性拷贝过来了 再看一下它有些其他的没有 好这个感觉没有什么其他 我们就把群性拷贝过来了 对吧 好这样的情况 好 接下来我们就已经集成好了 比较简单 对吧 一下就集成好了 但是核心思想是一模一样的 发起授权请求 处理授权结果 但是我们还没写完 好 这些禅量还没给到 好你看一下 这个时候它需要一个K 大家一猜这个K就是啥呀 是不是我们注册 注册成为开发者 添加应用之后 我们在这里去添加应用之后 在我的应用里面 这里是不是有一个K呀 对吧 就这个K了吧 好 老方法拿过来 这就是我们的K 对应的话 还有这个APP的一个Secret 同样把它拿过来 这里的话就有个回调地址 对吧 回调地址的话 我们去找一下 点进来之后看一下 其实我的回调地址就在这里 对吧 好再回过来 停歇一下 好 这个所有的就OK了 接下来我们关系的就是 发起搜寻请求之后 能不能拿到这个Token 好 一样的去参考一下它的方法 去搜一下它的安 公布里的方法 在这里的话 他说如果这个不等于空 他就干嘛干嘛 对吧 其实是一样的逻辑 Ctrl C 拿过来 好 拿到这里来就可以了 相当于如果这个VILUS不等于空 你就把这个RK Token给取到 对吧 取到这个Token 然后把它这个Token的话 相当于这里写下吧 设置 相当于是 把Token 绑定到 绑定到 这个C型 对吧 好不管它 这个是Copyboard的代码 你看 如果授权完成的话 它就会跳到 这个IKTUT上去 好 我们给它搞一个 Main的IKTVT 给它串进一个IKTVT 好 继承我们的IKTVT 对吧 好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MainIKTVT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MainIKTVT 你们按个儿的方法去写一下 它Copy下它的一个群名 好 在清单文件里面做一个配置 在这个地方配置一下 好 这样就配置OK了 那接着回到这里来 简单去给它设置一个Counter View 对吧 Counter View RT Layout下面的IKTVT下面的一个Main 好 这就是我们的 对应的清单 布局文件去串进一下 好 回车 好 串进之后的话 我把它改一下 比如说改成一个Text View 好 在这里的话 我们就去做一个插 写一个叫做一个 事务群成功 对吧 事务群成功 或者要登录成功了 对吧 这个叫登录成功 好 这块的话 我们所有的逻辑就已经写完了 对吧 写完了 在这里也可以把这个Token给它打印一下 好 这个的话 我们去透视的看一下 能不能拿到这个Token 因为第三份登录的核心就是拿了Token 好 我们把这个Token的话 去拿下 它这里是一个Arcade Token 对象F4看一下它 它里面肯定有相关的方法 这个它相关的方法还没有吗 点进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 它有没有一个 去Gate一个Token的方法 好 这里我去直接Gate一下 它有Gate Token 对吧 好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Token打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 这样的话 我们就已经完成了 这个时候运行起来看一下 这个和之前逻辑是一模一样的 对吧 好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点击它授权 其实也就是跳到Coco登录啊 或者微盘 微博登录 这里的话是微盘登录 对吧 点击一下 它的话就会跑到这个微盘的这个界面来 这个webview里面来 对吧 同样我们去输入我们的相当给用户授权 这个时候 84639806 这个时候用户的话 就进行了一个授权 可以的吧 授权完成之后的话 作为应用程序 我就是去关系这个授权的结果 所以说它后面的话 就会去来到这里吧 处理授权结果 其实就是拿到OK Token 好 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登录成功了吧 这个Token也弹出来了 可以的 好 这样的话花了十多分钟 我们就把这个登录给做好了 也就是第三方登录 不过我们这个第三方的话 实际上是微盘登录吧 对吧 一样